中共軍演結束之後 還在威脅臺灣 所以以後要把軍演 變成一種新常態 而且習近平就公布了 這個臺灣問題白皮書 裡面就說 未來要走一國兩制 要把兵力派到臺灣來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裴洛西都出來幫臺灣嗆聲說 美國絕對不會放任不管 那美國有沒有放任不管 就問一下敏寬了 美軍到現在有離開嗎 美軍現在動作有少嗎 那更不要講了 我們國軍是怎麼樣在積極備戰 先跟各位說 美軍這次是大陣仗而來 但現在覺得寂寞了 為什麼呢 中國這次的一個軍演 現在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但中國的軍演被看破手腳 等一下跟各位說 為什麼軍演被看破手腳 現在台習近平 習近平大概是現在 確定能連任 但內心最寂寞的人 為什麼呢 中國經過了矛盾江湖 總共四代的領導人 然後到了整個毛澤東之後 說句實在話 毛澤東真的是大惡魔 中國文化大革命前前後後 聯合國的數據是兩千兩百萬人死亡 但全世界在估是四千萬人到七千萬人死亡 後來鄧小平說不能這樣下去了 中國九龍治水 九龍治水之後各司其職一人當兩屆 然後後面還規定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一定要整個中央 一定是要整個紅筒留下來的子孫 為什麼呢 因為鄧小平說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祖孫不會爬我們的墳 想不到習近平爬了 然後習近平現在爬了之後 憲哥各位說 大家都做兩屆 你也做兩屆 我也做兩屆 江澤民做了兩屆 胡錦濤做了兩屆 習近平現在要做第三屆 怎麼辦 他說這個大責任我扛 所以習近平說 中國跟臺灣問題不能一代一代的拖下去 二零二七終須一戰 那各位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空投支票嘛 什麼叫空投支票 就一直往後開 一直往後開 但現在重點是來到這個地方 射出已無回頭箭 現在是百萬的解放軍 花了十兆艦軍 總共有四百五十艘的戰艦 三千五百台各式的一個戰機 然後他現在呢 統 獨 戰 和 他現在推出來 然後呢 我說朱立倫這次真的是 陪了夫人又責兵啊 為什麼呢 朱立倫他不是說他是政治精算師嗎 然後夏立言派出去的 同一個時間點 國家統一白皮書扔得出來 真的是這道統的真狠你知道嗎 那統的真狠我們來說 他們中國真敢講 為什麼呢 軍演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放話不能停啊 中國現在說什麼你知道嗎 對面對美軍 解放軍不會贏 但面對美軍 解放軍只有在一個地方會贏 台海 在台海就會贏嗎 中國唯一打敗美軍的方法 各位就在台海 但我其實我可以告訴 中國的專家 其實你們會贏的地方是夢裡 不是台海 絕對不是台海 但現在的話要把他講的 真的是要把他給講清楚嘛 但等一下來跟各位說 中國這次犯了什麼錯 但這是我們其實才知道 我們有防炮部隊在松山機場 對我們有海軍陸戰隊 在做整個對空的一個警戒 我們有無人機在跟尖的整個共軍 我們這次呢其實 我們有跟各位談論過嘛 暗急事的跟法嘛 那先跟各位說 這不是打仗 這叫對峙 對真正的打仗各位 真正的打仗雙方離遠遠的 你的炮我的炮對轟 你的飛彈我的堆彈對打 各位這個才叫打仗嘛 那打仗打到現在呢 先跟各位說 台灣的聲勢不能輸 對18號開始 18號開始 我們現在要把花東外海 從18號開始管制四天 你知道這幹嘛你知道嗎 要把情手船趕走 應該的 軍演結束囉 情手船還沒走啊 還沒走啊 還有四艘情手船 目前在我們的花東外海 我們換下一張 所以現在呢 現在跟各位談 中國這次呢 當然他一開始浩浩蕩蕩嘛 對於中國來說 現在有一樣武器 是他們覺得這個時候 可以說嘴的 這個叫遠火 遠方的遠 火氣的火 遠火火箭彈 這個是中國訪 俄羅斯龍捲風的遠程火箭炮 傳出已經要300公里囉 所以現在源頭打擊更重要 但這次現在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 又齊你還記得嗎 中國他們打完了整個飛彈之後 精準打擊 他的飛彈他說要射幾顆 16顆嘛 16顆啊 日本說幾顆 9顆嘛 台灣熱山雷達說幾顆 11顆嘛 我問各位 他16顆一定是一開始 兵科科目已經做出來了 所以演習方要打16顆 可是呢我落點方我的圖已經做好了啊 我北方掉幾顆 整個所謂的東方掉幾顆南方掉幾顆 都寫好了對不對 那我問各位 那五顆跑哪了 是啊 五顆跑哪去了 雅八了 雅八了 那雅八有幾個可能嘛 先跟各位說 飛彈是一個非常 怎麼講非常科技的一種產品 它裡面呢 既包含了飛機 又包含了導航晶片 又包含了火藥 又包含了推進器等等的 所以飛彈一開始要加壓的時候呢 不管是液態 還是固態 他一加壓 加壓完之後 他的電池包 砰打開的時候呢 他那個電池包 就相當於我們開電腦那個電源 他那個電池包呢 維持的時間沒有多久 幾十分鐘而已 然後那個電池包 可以讓所有的晶片 都能夠運算對不對 現在重點是 他的到底貨有沒有打開嘛 為什麼中間插五顆 然後中間插五顆完之後 美國的P8A來了嘛 美國的Howard Levinson 整個所謂的戰鬆船也來了嘛 那重點是 你沒上正主吧 你的正主是誰 大家要看的是 你的東風17呢 你說你能跳鬼啊 怎麼跳 你的東風26呢 你的關島快地呢 你在哪邊 你說你的殲20 殲20在哪邊呢 統統沒有 統統拿不住證據來 然後他現在就說 我打完了 打完了 那這些現在跑哪去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說 美軍大陣仗過來 連戰艘船 全世界只有五台的 一萬三千噸 各位看到那個 後面那兩顆雷達 天啊這個船雷達 為什麼會那麼大 他叫Howard Lawrenson嘛 那來了 來了之後發現 你沒上正主 我的正主來了 你沒上正主 不對抗啊 所以我們一直跟各位談嘛 飛彈演習他說 說精準命中一百三十九分鐘結束 這個中間有權力鬥爭嘛 那權力鬥爭中間在講什麼呢 這個不知道 但重點是 他說軍演結束了 真的結束了嗎 各位真的結束了嗎 美國說沒有 要小心 很簡單 我們來看到這是P8A對不對 P8A一直到昨天還繞著東部外海在飛 那先跟各位說 P8A這個飛行一次的成本 是上百萬台幣以上 他從日本三折直接飛過來 在台灣的東部繞 繞完之後還要再飛回三折 他一趟路閒閒的來幹嘛 對啊 下面有什麼 下面有什麼 是不是有潛艦 是不是有潛艦 各位這是第一個問題 所以他說軍演結束了 那真的結束了嗎 美國人他現在用行動跟你說 沒有沒結束 但剛跟各位說 美國所有的軍隊全部都出動了 結果呢正主沒上對不對 對 日本要上正主 日本要上了 現在跟各位談 日本是科技大國 他們的車工 他們的雷達 他們的整個所謂的電腦計算是一等一的 但日本的憲法讓他們說 他們不能有軍隊 所以他們只能有自衛隊 可是你現在真的把日本給搞毛了 現在跟各位談近的跟遠的 日本人現在有危機啊 為什麼呢 各位還記得去年吧 去年中國一個人心淡淡的 沒什麼膽子 這樣轉轉 俄羅斯走我們一起去 還記得嗎 去年十架軍艦給人家日本繞一圈 這是去年 所以就遠有遠的恩仇對不對 這一次飛彈掉下來 掉到日本的經濟海域 對 那日本的經濟海域 日本的移民直接哇哇叫 那現在要不要回 要不要做整個對抗 當日本人有危機感的時候 先生各位說 日本的超高音速的飛彈就要誕生 那過去美國這塊他是落後的 全世界中國很敢講 俄羅斯也很敢講 但俄羅斯這次的高超音速飛彈 讓大家發現不對 對他的告石飛彈發射出來之後 打了一個公共廁所 大家想說你在幹嘛 沒有人看懂 那現在如果日本有了高超音速飛彈的話 先跟各位說 日本距離整個渤海灣 中國的整個情報中心 跟整個政治中心在北京 在中南海 他過去二十分鐘就到了 二十分鐘就到了 因為六倍因素 因為六倍因素 二十分鐘職攻到整個 你中國的核心地帶 你把日本給叫醒了 對你有什麼好處 那我們再來看 現在就天下為中 為什麼天下為中呢 裴洛西說 目前的中國不能夠放任他 不能夠放任他 一直在為臺灣 目前拜登說什麼呢 要重新對整個中國關稅 要做整個重新調整 為什麼呢 你亂打臺灣嘛 你亂下臺灣嘛 這個要取消 加拿大用頭版全業說 雖然臺灣照顧力 人堅守民主 葡萄牙的國會直接說 要讓中國停止對臺的一個挑釁 中國這樣子搞老半天 搞到最後呢 只能叫誰 叫夏立妍來嘛 然後叫來之後呢 先跟各位說有放過他嗎 沒有吧 他的自媒體說 你們現在夏立妍來了 然後朱立倫的大舅子也來了 這個是來幹嘛 來賠罪 自媒體直接說的 這不是我們說的 自媒體講的 他現在你去的之後呢 找不到人來下跪 找國民黨開刀 各位 這個就是共產黨 然後重點是 居然還有一個笨笨的國民黨 去到那邊 已經要賠罪了 還不行 人家要他跪 那這一場貴或不貴 朱立倫要好好想一想 來 開 搞